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八课 这就是Lesson 8 Trading Standards 贸易标准 首先打开书四十八页 第八课刚好四十八页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看看生词和端语部分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Read after me Slaughter Slaughter Fit Fit Grace Grace Tariff Tariff Standard Standard Dialysis Dialysis Electrocute Electrocute Eliminate Eliminate Accord Accord Device Device Hammer out Hammer out Packed Packed 好 我们下面把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词咱们先看一看 本文中第一个相对重要点的词就是这形容词 和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Fit 这个词看似特别简单 但是越是拼写简单的这个词往往越难 因为它意思太活了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Fit它可以表示当动词来用 表示衣服大小正合身 但本文中我们要看的是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适合的 注意它使用场合 咱们看个英文解释 这个适合选的哪一种呢 of a good enough standard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个适合的是强调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的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足够好 它能够达到满足这个标准的 叫适合的 它不是指颜色款式和很大调 不是这个 它表示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 常见搭配呢 有两个 特别好记 第一个就是be fit for 对什么来说 适合 就达标了 第二个是be fit to do 适合于做某事 我们看一些例子 你比如说the food is not 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consumption的书面语 就是吃 食用 这种食物不适合人类食用 就是食物 比如说它可能喂驴差不多 喂牲口 对吧 但是它的标准不够好 给人吃的当然标准更高了 不适合人类来服用 来食用 再比如说he is not fit to govern this country 他不适合统治这个国家 也说明这个能力不足 他可能统治一个 比如一个什么存车数差不多 统治这个国家能力不够 强调呢 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标准的 当然我们这个当然得做辩析了 我们如果强调 比如说这东西跟这个人很搭调的 看上去很协调的 这个礼物送给这个年龄到的人很合适的 用这个词 他不是强调这个好不好 而是是不是搭调 我们大声读一遍 Suitable 咱们讲过美音中那个you呢 大多数会把这音变成物的音 就是you前面那个ye几乎听不清了 而中间这个字母t呢 这数字叫flapty 就前后都是原音的话 它会着化 所以不是suitable 是suitable 最后舌尖抵住上牙根 舌侧也all 结束 再来遍 Suitable 这个适合是强调的 非常协调 很合适 你像 I haven't any suitable clothes for the wedding 我没有适合婚礼穿的这个衣服 婚礼都是正装 你说我穿个他了板 穿个大裤衩子去 不合适 这是适合的 有些衣服可能也不错 但是它不够喜庆 所以它并不是不够好 而是不够喜庆 不够协调 我们看到后面对什么来说 往往家借词for 再比如说 the present isn't suitable for an old man 这个礼物不太适合给一个老头来使用 老年人送给他不合适 所以这个不是说礼物不好 是不协调 不适合 这种适合的 用这个词 当然把它语气再强一点 也能用这个词 它的suitable进一词 但是讲到非常适合 特别协调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appropriate 再来遍 appropriate 也是表示协调 它表示very suitable 我们看例子 Your dress is appropriate for a formal party 你的这条裙子特别适合一个正式的聚会 比如一个什么典礼 一个正式的酒会 这裙子特别的雍容华贵 很适合 这是适合 我们更难一点 还有一个词 这个词叫语言 措辞 特别适合 就是话说的 分寸刚刚好 既不太轻也不太重 既把意思表达明白了 又不伤害对方 你看这个 颠颠这个轻重 刚刚好 语言文字用的很适合 我们再读一下 Felicitis 再快点 中间字母体会着话 再来遍 Felicitis 这个一般强调是语言文字 也比如说Felicitis remarks 非常恰当的重肯的一些评论 说的这活活刚刚好 当然无论任何适合 咱们都可以用这个proper proper这个词是没有任何场合限制的 就是适合的 咱们以后再用适合的 作为四侧高级英语的程度 我们选择和把握就应该更准确了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去看这儿 下面咱们也看这个词的一个书面语的高级的用法 它是动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Grace 再来遍 Grace 这个词能动词来用的 它是个多一词 它的一般的更常见的意思呢 可以表示使光荣 使荣耀 使脸上有光彩 比如说The Queen gristis with her presence 这个present就出席道场嘛 就是女王力临 使我们不胜荣幸 本来要是没有女王的 就是一般的一个聚会 几个哥们可能光着帮子 喝啤酒 正撸串的 一看 女王驾到 这款了得 所以女王力临 使我们不胜荣幸 令我们脸上有光彩 但本文中是做Grace 另外一个更为正式优雅的书面语 它表示装饰 装点 make something more attractive 就类似于什么embellish 或者decorate 这样的含义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Her face has graced the covers of magazines across the world 就是这个可能是个大模特 它的面孔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杂志封面上 就是装点了这个杂志的封面 让它更有魅力 更有吸引力 装饰 装点 这是书面 但Grace当名词 我们在三册讲过它可以表示优美或者优雅 对吧 优美或者优雅 它的形式形式刚好可以发现优美的优雅的 三册第三课无名女神 咱们就讲过 大声再读一遍的了 Graceful 再来 Graceful 这是同根字 它同根的那个反译字头的加DIS之后 咱们碰巧也讲过 这就好了 那么做名词来用 我们当然再大声读一遍 动词名词发音匹写一样 大声一遍 Grace 好 中间还是在第二个音节 Discrace 我们记得做名词表示耻辱 羞耻 那做动词来用 就使蒙羞 或者侮辱某人 使羞耻 使某人蒙羞 这个 表示这个含义呢 我们当动词来的时候 替换讲过一堆 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用Shame 当习无动词来用 或者是Humiliate 也是使羞耻 使蒙羞 或者用这个Shame 或Discrace 这两个字的名词形式 前面加Brain 后面加On 就是把耻辱给某人给带来了 也是令某人为之蒙羞 对吧 好 当然它的同根的一个形容词就是 羞耻的 耻辱的 就后面再加FUL 就好了 凡是FUL这个结尾的形容词 都是发Full 最后一定是舌尖抵住上一根 不要读FUL 或者FUL 大家上来一遍 Discraceful 好 这几个 同根字 由蒙羞 由知心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个一个重点词汇 也是我们高频使用的 就是高 这个高低的这么一个水平 或者说标准 高标准水准水平 注意不要读STAN 很多同学一读 读成单元房的单 不对啊 是STAN 这是没块音 拉下壳同时得随脚 然后再发钱 舌头贴住上个STAN 再读后面这个Dir 在美式发音中后面加R 可以勾设些大声读一遍 Standard 再来一遍 Standard 标准水准水平 这个表示标准水准水平 一般表示公认的权威的标准 就是一说而来大家都公认 这标准我们这每个地区 甚至每个国家都接受 公认的权威的标准 然后经常用Safety Standards 和说明词 安全标准 Moral Standards 道德标准 Living Standards 这个多参与成生活水准 或者生活水平 对吧 当然我们用复数 用单数也行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一个高水平的生活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低水平的生活 我们还经常说我们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认证 那个ISO 就来自于这个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这个标准用这个词恰如其分 因为这表示权威的 大家公认的世界性 大家都接受的这么一个标准 用它 但中文中这个标准 就涵盖的意思比较宽泛 英语中这个词也对应中文中的标准 这个一般是某个组织 它确定的衡量什么的标准 比如说什么入学的标准 比如录取员工的标准 那你们公司定的是那样 我们公司跟你可不一样 对吧 注意这是个不规则的名词 它的复数是去掉I O N换成字母A 这个要注意它是一个不规则变化 大声对面 criterion 再读一下复数形式 criteria 这是某个组织自己决定的标准 你比如说 emission criterion 这是录取标准 我们学校有自己的分数线 并且要求你通过什么什么考试 对吧 那别的学校当然不一样的可能 对吧 还有呢你想 the criteria 这用复数了 we use to select candidates 我们用来选拔候选人的标准 不符合这标准的我们不要 但你去别的公司 背不住就符合人家的标准了 对吧 那每个机构可能不一样 就用它 当然跟它类似的还可以用 也是表示标准 就是衡量 评判某个事物的标准 那这两个是书面语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yardstick 再读一下这个词 benchmark 就是评判或衡量某个事物的水准 基准 标准 这个我们在书面语中用的比较多 那我们先看看一个简单的句子 the yardstick of truth is practice 那么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就是究竟是不是真理啊 你用实践可以去证实 用试验证明 或者说the benchmark of truth is practice 就好了 当然我们看看 因为李老师同时也讲 JRE的写作部分 我们看一篇JRE艺术写作的范文 这刚好是谈呢 对于你认为一个国家的总体成功重要 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人民的幸福重要 这是一篇作文 刚好这两个段落 一个是开头段 一个是结尾段 里面都用到了标准这个词 我们来看一看啊 供大家参考 这是开头段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society has to place its overall success before the well-being of its members to achieve prosperity 这先说第一种观点 有人认为呢 一个社会必须把他的总体成功叫overall success 放到呢 这个所有成员的幸福之前 这个well-being不幸福福利吗 对吧 就是幸福的状态 来达到呢 这个社会的繁荣 Whereas are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only benchmark of the well-being of a society is the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但是呢 还有人认为呢 一个社会是否幸福的这个唯一的标准呢 就是他们所有的人民 他的总体的这个幸福健康的状态 这就welfare 有人认为呢 就是总体成功重要 有人认为人民幸福重要 下面呢 作者亮出自己观点 unitally 他先让步 Society should pursue its overall success 后面再加but 他还记得吗 咱们曾经讲过 这个unitally后面加but 承然但是却先让步后转折 转折之后往往引出观点 对吧 承然一个社会应该追求他的总体成功 我不否认 但是呢 from my perspective 从我的角度来看 This goal will never attain be attained unless and until the well-being of all these individual citizens is properly respected 那么除非怎么样呢 除非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幸福呢 都得到了适当的尊重 否则的话呢 总体成功这个社会幸福的这个目标永远无法实现 就这方面人认为人民幸福重要 你看 检验一个社会的幸福的指数的标准 是不是用的benchmark 你再看这个结尾段他怎么说的 这是结尾段 To some up 总之 I can see that the overall success of a society is important indeed 我承认这个一个社会的总体成功的的确确是重要的 However without sufficient emphasis on personal welfare 然而如果不充分的强调个人的幸福 Not only would the motivations of society's citizens be weakened Not only 放在分界巨手后面用部分盗装了 这不光这个社会公民他的动机动力会被削弱 而且呢 The philosophical and opinions of democracy would also be undermined 并且一个民主社会的哲学根基 这个underpinnings的基础根基 同时呢也会被削弱 因此 Therefore the only yardstick of the well-being of any society I believe is not its overall success But the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我们发现就是把那个开头段的观点用复述了一遍 但你发现我们这里换成了yardstick 刚才开头段用的是benchmark 对吧 任何一个社会幸福的唯一的标准 我认为不是总体成功 而是所有人民的普遍幸福 好 这是我们这个标准这个重点的几个词汇的变系和使用的例子 这个词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这颗书单词不多 但重点词很多 就是电死或者以电形处死 比如把动物给电死了 或者用电形处死某人 大声对面 Electrocute 再来一遍 Electrocute 这个单词个儿比较大 其实大个儿单词才好记的 因为单词越大意思越少 单词一大呢往往有自分 我们先看是什么意思 Electrocute 表示 to kill a person or an animal by means of an electric current Electric current 咱们三册十八个就讲过 叫电流 那么通过电流 来杀死一个人 或者一个动物 就电死某人 或某个这个动物 对吧 这个特别好记 因为这个前面这个ELECTR 这往往是跟那个电相关 因为电不是Electricity 就是电的意思 对吧 后面呢 这其实来自于这么一个词 叫Execute Execute是多意思 它既可以表示执行 某个法律 执行某个文件呢 那派生意也可以表示 处死某人 处以死刑 那刚好用电把某人处以死刑 不是电死吗 所以非常好记得 俩字拼在一块 我们大声再读一点 Execute 刚才说了 要么表示执行 要么表示处以死刑 你比如说 Execute once command 执行某人的命令 Execute once will Will做名词可以表示遗嘱 而且律师执行某人的遗嘱 对吧 那这个时候当然它的意思相当于carry out 就执行具体去做 当然派生意呢也可以表示就是处死 将某人处以急刑 那你想 He was executed for treason Treason是叛国罪 他因为叛国罪被枪毙了 或者被处死了 所以呢这些电行处死叫electrocute 就好记了 跟它拼写类似的有好几个五星级重点动词 里面说还有这么一个词 后面拼写都类似 大声都变 Persecute 再来点 Persecute 这个动词的意思叫迫害 这个迫害非常好奇 因为前面Persecute 特别像迫害那个破的发音口型 这个迫害一般都是由于什么政治啊 或者什么宗教等等的原因 对某人或某个群体迫害 你像Jews were persecuted by Nazis 就是纳粹嘛 在当初这个据据犹太人 曾经受到纳粹的迫害 用这个词 还有一个刑禁词 就是起诉控告某人 这一边又在法庭打官司的一个场合 大声对一遍 Prosecute 再来一遍 Prosecute 就控告告发 控告某人 你比如说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这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一个词 非常好记 就是非法入侵者必将被起诉 这一般的都是在私人的领地 因为私人财产实受不过侵犯 往往在地里面的利益牌子 上面就写这么一句话 Trespassers Trespass是表示非法进入别人领地 就非法进入者必将被起诉 也就我们常说的诸法英诸中文是什么 贤人免禁 为者必休 就是你要是违反你禁了我告你 那就这个意思 好这几个重要的行进词 更好事就看了这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也是五星期的重点 就彻底清除不想要的东西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liminate 我们说了ate在动词里面 一般都发双语于a这个声音 大声再来遍 eliminate 咱们也看一下英文解释 看个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something that is unnecessary or unwanted 就是彻底清除掉 这个get rid of 其实可以看作eliminate 这个动词的一个同意的短语 也是干掉清除掉 那些不需要的或者不想要的东西 就把它讨厌的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把它清除干净 彻底清除 那你想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been virtually eliminated 就是很多呢 这个一些传染病 都呢事实上已经被清除光了 清除光了 已经被清除干净了 像这个smallpox 就天花这个东西都没了 这个eliminate叫做清除 经常用被动被清除了 被彻底跟除了 我们还用在一些固定的书面里的表达 你看这句话怎么办呀 the credit card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cash or tax credit card是信用卡 加定似的不能表示那张信用卡 这不是特质 它上面没有语境啊 帝国词代加单数名词 可以表示类质 就信用卡这个东西 但在形式上呢还是单数 所以位移动词呢是要加s 就是信用卡清除掉了对于现金和支票的需要 清除掉了什么什么的需要 其实翻译成就无需怎么怎么样了 有的信用卡就不需要现金和支票了 就不需要什么什么了 把它搭配怎么记住 叫eliminate the need 如果对什么的需要 我们可以加就是for 或者做模式的需要 我们可以加to do eliminate the need to do something eliminate the need for something 就不需要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不需要做模式 这是一个书面语的表达 当然 表示彻底清除 把它弄干净 还有好多可以跟它替换的 比如说从意到难开始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大声嘴变 remove 或者刚才看到的动词段语 get rid of 也可以表示清除叫讨厌的人或东西 或者用root out 这个段语非常形象 这个root 我们知道做名词 就表示植物的根 那当动词跟el搭配 不就根除吗 连根拔了 根除不就彻底清除吗 或者它的统一词更难一点 我们用这个词大声嘴变 注意这第一个字没又是没块音 再来一遍 eradicate 这也是根除彻底清除 这个非常好记 因为这单词一大 你发现又有个字根了 radi 这个字根 它的意思就是root 就是表示植物的根 你比如说那个radish 表示大萝卜 对吧 而前面这个字母e 可以表示el出来 刚好就相对root out 根除 彻底清除 以下 eradicate crime eradicate poverty 根除罪恶 根除贫困 等等等等 彻底清除 最后做个练习 这是根除不愉快的东西 还有一个废除旧的制度 或旧的规章 或旧的习俗等等 我们用这个词叫废除 大声嘴变 abolish 再来 abolish 这个是废除 你像abolish slavery 废除奴隶制 abolish capital punishment 或者也可以称为 abolish death penalty 这后面两个短语都是死刑的意思 废除死刑 这个是废除 好做个辩习 这个词根老师就看那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词 这是名词表示协议或者双方签署的条约 大声再读一遍 accord 本文中这个协议条约出现了好多名词来替换 本文中讲贸易 他肯定要签协议 跟这个是相关的 我们就刚好借着机会先做一个辩析 首先这个accord 表示协议条约 它多表示国际协议 就是国家之间签署的 你跟房东签一个合同 是不能用它的 跟他的同一词可以用treaty 这treat一会到贺文中讲解是怎么会出现 一般也是国际间的协议 大声把这俩词再读一遍 accord treaty 这两个是国际间的协议 而这两个词就通俗多了 各种协议 什么协议 人和人之间 组织组织之间 国家国家之间都行 本文中就出现了pact 生死里有吧 这是为了替换 大声在嘴边pact 或者后面这个词compact 各种各样的协议协议都行 再看它的近义词 下面这个词叫合同 双方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合同或契约 大声嘴边contract 再次提醒 con在中读是con a加钱斌 不能都是健康的con 不是con 是con 蛇头蛇根 不动 把蛇面贴住 这个上个再来遍contract 再来遍contract 这个是合同或者是协议 下面这个词就是一般的商业上的交易 双方签订的商业交易 在大声嘴边deal 好本文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协议 用它来替换前面的词 就是这个词 这个词也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什么人和人之间 组织之间国家之间 签署的协议都可以用它 双方点头一签字就行了 大声嘴边agreement 这个是协议协定 相关词会 一会咱们在课文中多数都会碰到 这个词看到这 下面我们最后一个 这是个动词短语 叫敲定了 它经常是跟我们前面那些协议 那个词放在一块儿 敲定了一个协议 一个合同等等 大声都一遍hammer out 再来遍hammer out 好咱们看什么意思啊 hammer out 后面可以加笔语 但是out它本身是个副词 所以它跟笔语的位置可以互相调换 咱们加个双箭头 就是笔语比较短 比如说是个代词 可以放在中间 hammer it out 如果比较长 或者是个比较复杂的名词 可以扔后面去 它的意思是 to decide on an agreement contract etc after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disagreement 通过了大量的讨论 和双方分歧之后 最终双方终于决定 要达成一个协议或者合同了 就敲定了一个协议一个合同 你想 the two countries finally hammered out an agreement 两国最终敲定了一份协议 双方同意了讨论之后 当然敲定了协议 本文中也出现了这个动词替换 敲定了其实也能说达成了协议 达成协议用什么词呢 可以用reach 或者come to an agreement 但是其他的那些协议 合同都有可能 这是用物理上达到了 好的 我们到了目的地了 达成了协议 同样旅行协议 我们可以用keep an agreement 或者honor an agreement 就是旅行协议 您签字之后 你说话得算数啊 旅行协议 如果不旅行协议 或者违背了协议 我们可以用break an agreement 或者violate break是打碎了 破坏了 violate是违反 这意思 大声把后面这次来读一遍 violate 本文中这个协议 还有它的动词搭配 也是一个高频的替换 一会咱们在课文中 看看本文作者是怎么换的 好第八课生词和短语部分 哥老师就看到这 看完了生词短语书后 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看看第八课的题目 题目叫trading standards 这里面standard标准咱们讲完了 咱们看看trading 在这是个重要的形容词 代表是贸易的或者是商业方面的 那么本文中就是一个重要搭配 叫贸易标准 trading standards 我进口你的东西 你买我的东西 你得达到我这标准才行 还有呢我们经常说的trading partner 叫做贸易伙伴 双方互相买货卖货这种 是这么来用 好本文中呢是一篇标准的新闻英语 这个新闻英语呢也是我们在各大中高级英语 考试阅读部分频频会出现的大家要特别留识 本文中出处呢是出自非常有名气的英国的一本杂志 叫做The Economist 咱们中文翻译的经济学人杂志里面有这么一篇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课文的第一段吧 首先先看第一句话 他说 Chickens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laim officials in Brussels Are not fit to grace European tables 他说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呢 美国屠宰的鸡不适合装点欧洲的餐桌 这个句子的理解需要一点小的知识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Chickens 是整个句子的主语了 后面这个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在美国被屠宰的鸡 是过去分词短语当后制语 咱们讲过Slaughtered 咱们在第二课不要伤害之中就讲了 可以表示大规模的杀人屠杀 也能表示宰牲口 对吧 在这就是美国屠宰的鸡 怎么样呢 或美国插入语 就是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那么把它说话的内容放在前面 咱们可以用盗装 Claim officials in Brussels 这个盗装太简单了 咱们三次就说过 反正这个就是说话的内容在前 或者一部分在前 而且主语只要不是代词 你看我们一般不能claims he 那不行 这个主语不是代词都能盗装 怎么样呢 不适合装点欧洲的餐桌 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呗 百分之后用fit特别好 咱们生死中讲的 be fit to you 是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标准的 这个grace呢 是个书面语 叫装饰装点 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就不适合端到桌子上来 言下之意就是 您这美国屠宰的鸡 达不到我们欧洲的标准 美国的鸡太土了 对吧 我们这欧洲呢是贵族鸡 对吧 您那个安全的 包括清洁卫生都不行 但这么说呢 毕竟我们双方是trading partners 美国欧盟是贸易伙伴呢 这么说不双方打起来闹矛盾呢 外交辞令得优雅 所以用了一个委婉的表达 这个意思 当然这句话呢 我们翻译成中文 你看我们按中文习惯 用人作主语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美国铜彩的鸡不适合装点欧洲的餐桌 对吧 你要是中国同学 我们自己写呢 很有可能就写成这样 officials in Brussels claim that 我们再把鸡鸡同学写到里面去 美国铜彩的鸡不适合装点欧洲 对吧 一般我们是这么来写的 但是本文中呢 为什么他把这个编语从据变成了句子主干结构 把原来主为结构变成插入语了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在这要做的目的 是为了突出说话的内容 而弱化这个说话的人本身 那么这篇新闻里面 这要突出的内容 是这个官员声称说了什么 而不是这官员是谁 对吧 大家发现明显的说的这句话重要 这官员不重要 为什么 这官员连名字都没出现 他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背景完全没有 名字都没出现 那如果你要把这官员声称放到主句中 咱们说英语主句 不是大树的树干吗 因为他后面重要说的这句话 跑从句里边了 这不重点就偏移了吗 所以本文中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说话内容当句子主干 把某人说变成插入语 放在句中去 就突出了这个说的内容 而弱化了说话的人本身 但是说话内容带钱 只要主语不是带词 咱们都可以用刀状 就是把某人说 某人声称放在前面去 三册第二课 就是十三等于一 十八页第十一行 I'm trying to repair the bell 我试图努力要需求好大钟 比尔回答说 对吧 Answer用盗装了 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到这来 好几个礼拜了 你看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比尔回答说 同样的再看牧师说 十八页的十三行第三册 你确实吓了我一跳 你看牧师说放在句中了吧 突出牧师说话的内容 用到盗装了 你可能把村里每一个人 也都给吵醒了 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高兴大钟能再次工作了 还有三册第七课 你看如出一辙 他说只要有东西可以鉴别 我们就会把钱给人们的 银行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明显出出的说话内容 对吧 这发言人名字也没出现 都不知道是谁 所以并不重要 我们接着说 去年我们对21000宗索赔要求支付了1.500万 就150万 这个这么多 然而这个塞尔在这用盗装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这个细节再看明白 本文中是说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这个official 这个注意我们一般都表示政府的官员 就是在政府里当官的人 这个你像a local official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 an embassy official 这是一位大使馆工作的官员 这么来说 当然如果是embassy 前面就得用an了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词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形容词就是官员的或者是官方的就行了 你像official corruption 官员的腐败现象 official attitude 官方的态度 形容词 名词都用它 但是指官僚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个词 这个词谨慎使用 这是可数名词 但是这个词一般有贬义的味道 它一般多强调那种 没守成规的官老业官僚 它有点贬义味道 大声读一遍bureaucrat 再来遍bureaucrat 这是官僚官老业 对吧 然后右边这词一般来说 多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是官僚制度官僚作风 大声读一遍bureaucracy 咱们cocracy不是咱以前讲过统治吗 对吧再来遍bureaucracy 官僚制度官僚作风 还要在政府里如果不是当官的呢 在政府就职的咱们可以叫公务员 这个咱们三册出现过大声读变 civil servant 政府公务员 本文中用了个中性词official 就是官员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那为什么跟美国贸易起争端 偏是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不是什么伦敦巴黎的官员呢 这个有个名堂有个背景 我们大概得了解一下 我们把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个城市 名字先大声读一遍 brussels 再来遍 brussels 它是什么呢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in Belgium 它是比利时的首都 同时也是第一大城市 centrally situated in northern Europe 它位于北欧的中心地带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brussels is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布鲁塞尔在国际记上的重要性 主要是他作为这两个机构的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叫总务 那两个机构呢 一个就是本文中说的欧盟 所以欧盟跟美国那边打交道 对布鲁塞尔的官员声声 欧盟总部在布鲁塞尔 缩写在EU 就是the European Union 欧洲联盟 还有另外一个组织 咱们一般在报纸上看到是NATO 这个缩写当一个单词来读 都是NATO 当然在美国可以说话 都是NATO NATO是什么呢 就是北大西洋tree 咱们刚讲过 这个国际之间的条约协定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北约 欧盟和北约的总部都在布鲁塞尔 所以在布鲁塞尔无论是经济 还是在政治方面 都是欧洲的一个重镇 大家看到索利本文中说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声 那同样我们去欧洲旅游 布鲁塞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 比如说它有个非常著名的Grand Place 咱们叫大广场 这是与我笔下曾经重点描述过 这个非常有历史的建筑风暴 而且夜景也非常漂亮 这个我们去那儿的话 咱们可以好好看一看 还有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小鱼帘撒尿的这么一个雕像 这是布鲁塞尔的一些名圣 非常有名的地方 但是关于这个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雕像 有很多种不同的传说 那当然了 我们还有这个两个机构的总部 一个是NATO Headquarters 就是北约的总部 还有就是这个EU Headquarters 欧盟的总部都在这里 好 再回多分钟 布鲁塞尔的官员声称 这个美国屠宰的机 它不适合装点欧洲的餐桌 我们看在这引述的是布鲁塞尔官员的原话 就是引述的原文 就是他声称 对吧 但是引述原文在文中没有加引号 这其实是新的英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 这有个术语 这个叫Free Direct Speech 叫做自由直接引语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引述的是原话 就直接引语 但是却没有加引号 那为什么没有加引号 因为我们知道引述被采访者的原话 是新闻中非常高频出现 超过90%的新闻都会大量出现 某人说他表示他表达他评论说 所以说你如果在每个地方都加引号 无论单引号双引号 是文章看上去到处都是点 密密麻麻都是点 这看上去乱 所以在新闻英语中经常用自由直接英语 读者知道是引述他说的话 但是没有加引号 本文中就用了这种 新闻英语中特殊的一种格式或者是写法 当然后面是说 美国载的机不适合装饰欧洲的餐桌 我们一看这是一个委婉的表达 因为尽管双方贸易有一些小的摩擦 但不要因为这个成为敌人 最小的一些外交的不谨慎都有可能 螺旋上升成一个重大事件 所以用词的谨慎 其实本文中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Chicken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of poor quality 美国屠宰的机质量太差 我们欧盟不能进口太差 或者直白的这么说也行 Chicken slaugh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t meet European standards 这个meat这是符合的意思 就是在美国屠宰的机不符合欧洲的标准 美国你的标准太低 你允许给你的老百姓是欧洲不行 你这是不够怪 我们就不能进口 这双方贸易上起冲突了 但是你要直白这么说的话 令对方面子不好看 吵架无好口打架无好手 这搞不好 就引发重大的贸易的矛盾 破坏了美国和欧洲传统盟友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在西方有这么一句 称为叫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所谓的政治正确 这个政治正确就是措辞谨慎用委婉的表达 避免伤害某些人 或者是伤害少数族裔等等他们的感情 一开始确实是政治方面措辞谨慎 但后来政治正确就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西方尤其是极端的左派白左 现在也是搞得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搞不好就出现政治不正确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就为了政治正确 就弄了一些比较古怪的一些表达 就避免措辞不谨慎 说你这又犯错误了 你伤害某些人了 咱们可以看看一些例子 左边是我们正常人的表达 右边往往是政治正确的 那些白左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unemployed 这个叫失业的 这个大家都认识 但是我们要是政治正确的表达 那叫between jobs he is now between jobs 我不说失业了 他正在两个工作之间 暗含的意思就是说 人家马上就有新工作了 中间歇会 并不是没工作 这个叫避免伤害失业 他本来心情就不好 避免伤害他的感情 这个措辞还可以理解 你看下面 she is pregnant 他怀孕了 中文中也经常用委婉什么 身怀路甲 有了 有了其实就是怀孕了 避免只有怀孕 所以为了避免 他们出现那种尴尬脸红 我们用这么说 she is knitting a tiny garment 他正在织一件小衣服 这个garment是裁缝用 就成衣做好的衣服 正在织一件小衣服 言下之意 就有了呗 这委婉表达 那下面的表达 几乎就让很多的一些人 都几乎看不太明白是什么了 你像这个dustman 垃圾工 我们三册第四份讲过 垃圾工作为蓝领 他的收入未必见得低 因为在欧美体力工作者 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但是毕竟有些人不爱听 他可能从社会地位来说 好像倒脏土的 对吧 好说不好听 所以就经常在报上 用一些政治正确的词 这样来称呼garbologist 这个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了 垃圾学专家 其实不就倒脏土的 对吧 但是用这个词看上去就好听 对方就爱听 你看我也是专家 还有butcher 我们说叫屠户 屠夫 或者卖猪肉的 那你要是觉得这个词 怕对方不爱听 屠夫 我老公是个屠夫 你这词不好听 用什么呢 the meat technologist 叫肉类技术专家 其实就是卖肉的 或者宰猪的 还有housewife 叫家庭主妇 当然理论来说 家庭主妇本身就没有任何贬义词的味道 对吧 但是由于政治正确的要求呢 也是为了害怕 某些女的可能不爱听 对吧 你看是不是暗示我靠老公养活了吗 这不是不好意思吗 那怎么办呢 叫domestic engineer 叫家庭工程师 你看 这一听高大上了 对吧 这个就有人统计过 在美国报纸上说的这种engineer 名义上叫engineer 其实根本跟工程师八竿子打不着的 这种称谓竟然有2000多个 所以这政治正确呢 出发点是好的 但任何事到了极端之后啊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弄的第一个大家谁也不敢说话了 生怕说错话被批评 对吧 另外一个也是这个 很多一些委婉的表达 弄的大伙儿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这事对吧 这个我们有所了解 当然还有说残疾人 这咱们三册讲过 残疾人完全可以用the disabled 就是定格斯大家形容词 或者说the handicapped handicapped是残障的 这是残疾的 前面加定格斯的 但是又是残又是障 我们有些话 就当着错人别说短话 对吧 人家就不爱听呗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有很多一些委婉表达 你想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physically是身体方面 challenge是挑战 在身体上受到了挑战的 这一方面的避免了残障 这些四点的字 二来那个暗示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 对吧 奋斗精神呗对吧 那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猜到 这是指什么人 the mentally challenged 在大脑方面 脑力上受到挑战的 就是智障人弱智 对吧 我们在脑力上被挑战了 这是什么人吗 the vertically challenged vertical是垂直的 在垂直方向上受到挑战的 就是指那些个子特别矮小的人 朱如正 你说一米五一米四 这还算基本正常 这是指都三四十岁了 才一米一 这是一种病的朱如正 这叫垂直方向上受到挑战 这怎么说小缩袜子 够不着晚架子 对吧 这个儿太矮了 当然这是指什么呢 咱们猜猜看 the horizontally challenged Horizontal是水平的 水平方向上受到挑战的是什么人呢 很多人能猜到 这是指肥胖症患者 对吧 好这门进不来 卡住了 进不来出不去 卡住了水平方向受到挑战 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胖 这是一般比如说这人 一百八十斤二百三十斤 这不算太胖 说这个人好 这一千七百斤 整个门进不来了 就这种多少有些残疾的 注意这种表达 我们至少得看明白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下一句话 美国人不服了 No city Americans are foul or fine We simply clean them in a different way 大家从这儿进一步看到 这肯定是直接引语了 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家庭 我们怎么怎么样 那明显是直接引语 引述原话了 但是还是没有假引号 说明这也是一个自由之间语 美国人说 还是为了突出他说的内容 还是把美国人说 放在中间便插入语了 对吧 他说 our foul 这个 foul 表示家禽或者禽肉 尤其是表示鸡这种家禽 我们大声读一遍 最后又是注意 舌侧音舌尖底中上一根 大声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foul 这个 foul这个词 名词得先问可数不可数 这个家禽或者禽肉 尤其是鸡或者鸡肉 它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本文中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呢 本文中是可数 因为后面微语动词用的是rfine 它肯定是可数 可数的没有加负数呢 这个词的负数 加不加s都可以 它既可以单负数同行 也可以负数加一个s 所以本文中是负数 但是没有加s这个形式 所以英语词法特别讨厌 细节太多 这是家禽 那家禽还有另外一个词 这个词一般来说都是不可数的 家禽或者泛指禽肉 不可数名词大声读一遍 poultry 这双语语误完之后又有个词侧音 再来面 poultry 这是泛指加禽或者禽肉 还有呢 都是家禽用哪个词呢 用这两个词一样 大声对面 lifestock 或者用stock 注意家禽 泛指这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马牛羊都可数 但家畜不可数 鸡鸭鸭都可数 但家禽 这个词不可数 第一个词可不可数都行 而且可数名词复数 两个形式都行 他说我们的这个鸡啊挺好的 我们只不过呢 就用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这个清清洁 那就是并不是我们美国的鸡不干净 是你欧洲检验标准不行 所以双方各不相让 这个自由之间的语啊 在新闻英语中使用的特别多 特别在欧美的新闻中 这样呢大量的使用某人的原话呢 可以让这个新闻显得就客观公正 对我没有经过自己加工和转述啊 他原话就这么讲的 你看有人统计过像美国的第一大报 就是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还有第二大报 The Washington Post 就是华游 咱们叫华盛顿邮报 那么在新闻中呢大概使用到直接引语 或者说自由直接引语的比例 高达93%左右 就几乎所有的新闻里面都会引述某人的这个说的话 所以呢一般就不假引号 应该出现频率太高了 看着都是点看着乱 好先把双方的这个话 原话呢这个给说一说 下面作者就告诉我们 这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双方在这方面起冲突了呢 咱们看下面的第三句话 这个This days 是当今现如今 这是时间状语 这个It is 后面加了一大堆成分 后面再加that 我们一看很明显是强调语 不是别的正是这个 那被强调的内容呢 就是句子的主语 因为在that后面仅根是位语 这主语是什么呢 Differences是不同区别 某方面的区别 后面一般加in 哪方面的区别呢 National regulations 国家的规章制度 之间的差别 后面还有个插入语 叫far more than tariffs 叫远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这个tariff 叫关税进口 这个要有中式物的关税 然后呢正是这个 强调主语呢 是怎么样呢 Pusan and Wilson 是固定的中式短语 咱们会讲啊 叫做阻碍 阻碍了富裕国家 其实就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 当然这里面的表达细节 真不少 首先第一个咱们得复习一下 当今现如今 表示当今呢 我们做壮语师的仨都行 咱们替换呢 就都有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This days Today Nowadays 这都可以表现当今现如今 This day不要翻译成这几天 这个三册出现好几次了 咱们三册第四课 二十佛罗特沃罗斯的双重生活 26月第一行 当今人们做体力工作的人 往往收入比做办公室的人 要高得多 当今现如今 当然因为当今现如今 它是强调跟历史上不一样 有变化了 这是当今 它的反应搭配呢 就是在当初 想当初 强调跟现在不一样 那用什么表达呢 有的时候呢 肯定是Those days 在那些天猜对了一半 因为在当初想当初 跟现在不一样 必须加In In those days 不能单独用Those days 但当今却不能用In these days 这个细节特别留神 搞不好就错了 咱们有据为证啊 咱们四册第九课 马上就会出现五十三页第一行 In those days Wondering Mistro So welcome everywhere 在当初 那么浪迹天涯的银游歌手 到处都受欢迎 这当初现在可不行了 对吧 还有呢我们在三册也见过 三册二十一课 单近门多萨 三册106月第二行 在当初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bare fists for price money 拳击手呢 是光着拳头 不戴手套 为了奖金来比赛 当然跟现在不一样了 是当初 当年 加借词In 注意区分派 当然本文中呢 说是这个 不是那个 我们用的是It is 或者一般过程是用It was 然后加被强调的成分 然后加that这个连词 当然如果强调的是人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who 当然在that是万用的啊 如果强调剧的话 一定可以用that 即便是人也可以用that 但如果是人的话呢 可以把它换成who 然后呢 被强调成分抠掉之后 剩下的句子成分 放到后面写就行了 非常简单 是国家之间 规章制度的差异 远不仅仅是 这不仅仅是 可是一个有难度的表达 就是more than 这个more than 是一个咱们在英语翻译中的一个难点 经常会造成很多的一些 正式出版物理都会犯错 因为它很容易翻译错 它跟不同的搭配的时候呢 有特殊的翻译 明明说more than 后面如果是加一个名词性的结构 咱们一般多翻译成不仅仅是 而不翻译成比它多点 你想 peace is more than the absence of war 和平 怎么样 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你不能说和平比没战争多一点 对吧 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本文中再加个far more than 就远不仅仅是 是规章制度的差异 远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当然关税也重要 也经常造成摩擦 但远不仅仅是 阻碍了发达国家世界的贸易 这个得注意 more than加名词的这个翻译 当然还有呢 我们这个more than 后面可以加形容词加副词 那翻译方法又不一样了 more than 后面加一个adjective 或者adverb 咱们一般翻译成极其 或者非常非常怎么样 更不能翻译成比什么多了 你比如说 he is more than selfish 你不能翻译成他比自私多 什么意思啊 他极其自私 特别自私 有这么一个用法 当然这个不分什么书面与口语 咱们都可以用 我们随便听一道听力题 当年的听力真题 咱们看一个像哪一个 全身关注听一遍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的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全身关注 再来一遍 number eight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给几秒钟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应该选D选项 she doesn't want a man to replace the platter platter就是比较浅的 一般成凉菜的那种碟子 一般比较深的 就连汤都放进去的 那种比较深的碟子 一般都用dish 这是更平的 就是放拼盘那种碟子 replace是换一新的 他不想让这男的换一新碟子 为什么选D 看着原文 咱们再来一遍 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对话里充满了习语 第一个男的说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把您这个碟子给菜了 对吧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我呢不能说比高兴还多呢 什么呢 我非常高兴给你买一个新的 也就是说 真不好意思给菜了 但是我很高兴给你买一个新的 第二个女的呢 他说了forget about it 别翻译着忘了这个事 其实就算了吧 算了吧算了吧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这个help 有一个重要的意思 咱们三策就讲过 它不但可以表示帮助 也可以表示避免 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就是碟子早晚都得猜 算了算了 没关系 我会重买一个就完了 这什么意思呢 他当然他不想让这男的 给他换一新碟子 对 这是more than加青龙词 那还有more than的用法 我们再看看咱们曾经出现在咱们 高中英语教材中 翻译错的一个句子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这是咱们高中教材中曾经出现过的 I looked into the boy's serious but eager face and asked him Do you want any more books 我望着这个男孩子严肃 但又充满了这个迫切的这种面孔 并且问他 小朋友 你还想再买些书吗 第二个男孩回答的重要了 Yes more than I can never get he replied 他说是的 这个当然这个get 在口语中就是buy 就是购买的意思 那这个more than I can never get 该怎么来翻译呢 在教材中的原来有两种翻译方法 第一种是翻译成 是的 我要买的书还多着呢 第二种翻译成了 是的 我买再多的书也不嫌多 就是我 我 我的书买的越多就好 但是这两种翻译可惜都翻译错了 应该怎么翻译呢 应该翻译成 是的 可是我根本就买不起 没钱了 你看看 这一个理解错了 就造成整个 从翻译上理解了 出重大问题了 这个为什么more than I can never get 得翻译成 我根本就买不起呢 因为它来自于咱们三册里面 就讲过的一个句型 more than 某人某物can 或者could do something 得翻译成 是某人或某物 无法怎么怎么的 本文中在这边 语气更强了 我根本就买不起 看这个例子 这个知识其实二册老师就讲过 新概念二册78克 就是二册的362列第十行 当我的老朋友布莱恩怂恿我呢 来接受一支烟 来抽一根吧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我怎么样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这作者当时正在戒烟 非常难受烟吟的 馋虫子痘子 不行了 别说来抽一根 来来来抽一根 再也忍不住接过来 开始抽了 就这一次 再看这个句子 三册43克 看三册的214 这个跳舞呢 被证明是怎么样 这个碟子无法承受的 就是大放馅饼的大碟子 在运河里呆着 因为太大了 因为在这个party期间 这碟子翻了 并且沉入七英尺的水中 这是碟子无法承受的 对吧 我们再做几个翻译练习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怎么翻译啊 这个故事是我无法相信的 太离奇了 胡说八道 你不能说比我能相信的 还有更多 对吧 我无法相信 再比如说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前面当然是西湖美景 西湖之美 怎么样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看到了吧 好 再来一个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s far more than we could anticipate and deal with 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是远远怎么样 远远不是我们可以预期 并且可以应对的 Deal with 是处理对付吗 对吧 就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期 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应对 这是某人所无法怎么样的 把这个结构给记住 大家看到这个more than 可是不好翻译 好 本文中说呢 不仅仅是关税问题 再看这个that 从据后面 put stand and will stop 这个顺便记住 叫阻碍或者妨碍 这是个习语搭配 习语搭配不能拆开翻译 拆开翻译好像 往车轮子里边扔沙子 其实就是妨碍 对吧 当然也可以把它改成 put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这个ostical 可以比较路障 道路上的障碍物 往路中央放路障 那不是给人捣乱吗 这也是阻碍妨碍 或者stand in the way of 也行 stand in the way of 刚好站在路中央挡住去路 还是妨碍 这几个是习语搭配 或者我们用这个急语动词也行 分别把这三个动词读下 hinder imped hamper 这三个都是急语动词 都可以表着妨碍 我们可以看看四册后面的例子 未来33课 三个四册195 21行开始 出现这么一句话 There's none of the hurry which in our society often hamper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a growing personality 他说在原始社会 根本没有那种匆匆忙忙 就是学习上总是争着 要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而这种匆忙在我们社会里面 经常会妨碍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个性全面的发展 就太注重了治愈的发展 忽视了全面发展 妨碍了全面的发展 好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句子里重点真是不少 跟老师一块怎么复述一遍 他说当今是国家间规章制度的差异 远不仅仅是tariffs 关税问题阻碍了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 我们一块来复述一遍 当今 these days 强调句 it is differences 哪方面的差异用in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作号 查入于far more than tariffs 怎么样呢 加连词that 阻碍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trade between rich countries 阻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造个句子吧 我说现容金是风俗习惯的差异 风俗可以用custom 习惯是habit 对吧 这个多差异一样在differences 后面加in 远不仅仅是语言问题 阻碍了跨国婚姻 跨国婚姻叫transnational 这跨国的marriage婚姻 确实如果两个人语言有障碍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语言呢天天跟他在一块有一两年的 基本都听说没问题了 因为天天有语言环境 但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你的风俗习惯 比如这个对于笑话的反应啊 生活中的各种习惯啊 吃惯了什么东西了 这个东西可能板不过来了 所以经常造成离婚是因为这原因 不是语言原因 好我们一块来复述一遍谢容金 these days 强调句 it is 哪方面的差异 differences in habits and customs 对话 远不进去 far more than languages 怎么样呢 that put sand in the wheels of baby 最后是transnational marriages 好 那有同学说您这个风俗习惯 为什么说成了习惯和风俗呢 因为中文中风俗习惯 这么说上口 因为风俗是声音上去 习惯到最后再下来 读起来上口 你说习惯风俗 就别扭 风俗习惯到最后降调 这个好听 但在英语中呢 它不存在固定语调的问题 它是看单词长短 您这个习惯habit 跟这个风俗custom 影响这个词短 所以习惯把它放到前面去 好 这是重要这句话 咱们把它好好分析清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一句 下面出现一个短句子 它说 it is not just farmers who are complaining 它说这个可不限于农业方面 所以它说 不仅仅是农民们在抱怨 当然这个it is 后面在家那个who 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强调俱乐 对吧 这个who当然可以换成that 对吧 因为被强调的什么 不管是什么用that肯定行 不仅仅是农民们在抱怨 还要谁抱怨呢 那显然是工业这个商品方面也有分歧 咱们看看这个用了一种特殊修辞的句子 它说 an electric reserve that needs the European Union safety standards 这是前半句的主语 因为后面在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中间 ad引导两个病人去损 这个主意是一个电动剃刀 就是刮胡子的剃刀 后面这个大引导到第二号结束定义重句 这个meat是符合嘛 对吧 符合欧盟的安全标准的剃刀 怎么样呢 必须呢 要被美国的检验人员批准 push批准的意思 before引导呢 时间状意重去 才能够在美国销售 这个翻译成才更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三册讲过 这before如果是强调呢 这个它发生的比预期的要长 我们一般都翻译成才 本来呢 都通过了欧盟的安全标准 直接送到美国卖回去行了吧 还得多一道手 比预料的要长了 所以才能在美国销售 并且怎么样 an american made dialysis machine 这一个美国生产的透析机 dialysis machine 是那个做渗透系 用的 就这个人渗坏了 没有办法过滤毒素了 得定期去医院做透析 得需要呢 欧盟的批准之后呢 这个before还是翻译成才 才能在欧洲市场销售 就才能到达欧洲市场 只用了不同的表达 好 咱们看看其中的语言细节 首先这个符合标准 我们用mead 咱们讲了好多次了 其实好多动词都可以跟大家表达 这个比如说跟standard 在表达达到标准 mead可以reach 到达了可以 用pass通过了这标准 不就符合标准了吗 live up to也是达到了 或者satisive fulfill 这两个强调满足了 满足了这个标准 都是标准不符合达到了 或者通过了这标准都行 好 这个一个呢 已经达到欧盟安全标准的这个替刀 怎么样 must be approved 这个approved 注意 集务不集务含义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trist verb 就是集务动词 后面直接加编语 它的意思是to officially accept something 在官方正式接受批准了某个东西 你比如说 the budge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ure legislature 是立法机关立法局 这项预算 已经被立法机关批准了 就正式通过了 批准了 我们大家可能 都特别喜欢看一个 特别豆瓣 评分特别高的 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咱们看到 是经常打分排在第一位的 当年刚上映的时候 好像并不是那么太火 但后来越来越火 年头越多 是久而迷读 在美国的录像带火光盘 被借阅的数量 也几乎就经常排在第一 这里边有一个老黑人 他在假释的时候 就是能不能先出狱 就是提前出狱的时候 有两次 一次是批准 一次是没批准 咱们看批准这次 咱们看用的是哪个字 我们看用的是approved 就是这个被批准了 就是他能出监狱了 提前就是表现不错 可以先出去 当然得观察了 你出去不能乱跑 这个意思 那么当然他年轻的时候 对他不放心 当时没批准 咱们看当时没批准 是用的是哪个字 刚好咱们看看他的反义词 咱们看到用的是rejected 当然来自于动词reject 去掉后面的异地就行了 你想 his application has been rejected 他的申请被驳回了 就是没有被批准 没通过 就这个意思 当然如果是approved 后面加of 变成不及物 后面加这次of 意思不一样了 这个不是表示正式批准通过了 而是表示生活中同意 答应 可以行同意了 比如说 Catherine's parents now approve of her marriage 凯瑟琳的父母亲 现在同意她的婚事了 不是正式盖章批准了 同意她的婚事了 他的反义词呢 不同意不答应 可以用disapprove 同样叫of 或者用frown on 这个短语 这个frown 所以动词本来是皱眉 对着某事皱眉 不表示不同意吗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好 再回到本中 这个并且呢 这个在美国制造的一个透气机 需要呢 必须有欧盟的这个ok 才可以 这ok呢 比较用了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词 其实呢 在本文中的意思就是 agreement 或者是permission 或者是approved的名字approval 什么意思 批准呢 同意 对吧 就必须通过这个这个这个 欧盟的这个 同意才行 其实就相当于must be approved by the EU's testers 必须要被欧盟的检验人员批准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呢 跟上面就表达就雷同了 所以是为了避免重复呢 换了一个需要欧盟的同意 才行 然后才能怎么样呢 before it hits the market in Europe 才能到达这个欧洲市场 这个before咱们翻译成才刚才讲了 这个hit不是碰撞 你碰撞不得到那才能撞到一块吗 所以他意思就是arrive at 或者是reach 抵达到达 才能到达这个欧洲市场 也就是才能够在欧洲卖出去呗 是相当于before it can be sold in Europe 就相当于这句话 但这句话呢 在前面呢 也出现了 你看在第五行说 before it can be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这里换成了另外一个表达 咱们看到这句话用具体的例子 用了对照的一个句子 表达的生动鲜明 而且呢 从写法上还赋予变化 让人们看着不重复 哎 表达有意思 这种其实是一种修词 这种修词叫对照 叫contrast 就上下两句话 与意相对 但是它选用的是不同的结构来表达 这种对照呢 可以让表达更丰富多彩 富于变化 与意相对 但结构上选用不同的结构 但是别忘记 我们在前面呢 曾经讲过另外一种类似的结构 叫对比 咱们第五课讲过 就是antithesis 对比这个修词呢 是与意相对的两个句子 但是结构完全一样 结构相同 它跟对照呢 不一样的是 对照是与意相对 但选用不同的结构 这两种修词啊 没有哪个好哪个坏 各有千秋 对照呢 对照是语言表达 丰富多彩 富于变化 让人看着 哎 这么说一句 哎 这又这么说 看着新鲜 对比呢是对照工整 读起来有如诗歌一般 有韵力感 因为字数一边多 一个字对一个字 对照很工整 所以这两种表达各有千秋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具体情况来选择 咱们复习这个 29页的第三行 当时在老年人和年轻时间 只有一个区别注意 the young man 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and the old on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hind him 这两个明显是对比 而不是对照 因为它用同样的这个句子结构 还有我们说过的 大家还记得吗 叫做贫穷 跨门而入 爱情破窗而出 你看这两个句子 一个字对一个字 你看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这个富词对富词 借词对借词 贯词对贯词 最后又是名词对名词 这跟对点一样 还有我们以前讲过的 一个妈妈花了20年时间 把她的男孩子变成男子汉 另外一个女的花20分钟时间 把这男子汉变成大傻子了 说明the power of love 爱情的力量 这是属于对比 好 这个第一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As it happens A racer that is safe in Europe is unlikely to electrocute Americans 这第二段开始呢 是作者加了一些他个人的评论 他说碰巧啊 在欧洲比较安全的剃刀呢 不大可能会把美国人垫死 这说的比较幽默 言下之意呢 就是您这双重标准呢 纯粹是多此一举 对吧 欧盟标准本身并不低 内部都安全 那你这美国再多一道手 这不制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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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贸易壁垒吗 贸易障碍吗 当然首先这个 as it happened 当然那个happen本身有实态变化 这个毒害了以后中间的字母屁会抓 but it happened 这是碰巧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跟他类似的表达 叫as love wouldn't have it as love wouldn't have it 也是表示碰巧 这两个一般都是放在聚首 后面将逗号跟其他成分分开 对吧 当然这个第二个as love wouldn't have it 这个结构没有任何实态变化 这是固定的 本门中说呢在欧洲安全的这个TL that is safe in Europe 当然是定义从与嘛 对吧 怎么样呢 不大可能electrical怎么讲了 把某人电视电视美国人 下面第二句话说 so ask busines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hy have two lots of tests which one would do 他说因此大西洋两岸的公司 他都在问 他说为什么在一套规则就够用的地方 偏偏有两套规则呢 让我们贸易横生枝节 这不多此一举吗 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 依然用的是自由直接英语 还是把问的这内容 那一部分放在前面 只要一个字是行 那sell放在前面 后面还是用盗状了 这个用盗状好处在于 主语太长了 大乡两岸的这个公司 当然这个business在这儿呢 做可数名词 是表示公司 就是company 但是他如果表示别的意思呢 经常就变成不可数了 你像我们说做的生意 生意是不可数名词 你看他呢 在中国这里做了很多生意 he has done a lot of business here in China 就不能说a lot of businesses 当然a lot of business 跟可数不可数都行 本文中不是生意是公司 这两岸的公司 它在哪里呢 大西洋两岸 大西洋两岸 一边是美国 一边是欧洲 他为什么偏要说 大西洋两岸 没有说in Europe and in America 没有说在欧洲 还有在美国呢 当然两个目的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欧洲和美国 在本文中出现频率太高了 你来回来去欧洲 美国美国 欧洲美国 总来回来去这么说呢 烦得很重复了 大西洋两岸 避免重复 二来呢 也带有一点讽刺的味道 这是同一个大西洋啊 同一个大西洋的两岸 为什么这个制度 这个标准差别就这么大 偏要用两套呢 一个大西洋 两套规则 有点这个味道 所以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一键双雕 两个目的 他说 why have two lots of tests 这个why 我们家动词原型啊 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用法 因为本来就是 一个自由直接言语嘛 就说的原话嘛 why do something 有一种质问的语气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你做这事 你做这干嘛呢 有点质问的语气 你比如说 why worry about the trifles 你为什么要为这些琐事担忧呢 但triple 就是trivial matters 并不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为琐事担忧呢 本分中是 为什么要有两套制度呢 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用否定 why not do something 这不是质问了 这是建议了 何不这么做呢 这么做挺好啊 你想 why not try to train your character 你为什么不借这机会来 锻炼一下你的性格呢 这是个好建议 所以呢 一个是质问语气 一个是建议啊 本分中是质问 为什么有two lots of tests 当然这个lots不是很多意思 这个lots在这儿相当于set 或者collection 或者group 就在一块的一套一群一组 就两套检验 就这个意思 we want would do one does one lot of tests 就一套 一套检验 we would do 这个do 当然不能翻译做了 这个do是表示够了 这个do也是比较口语化的用法 它相当于be enough 就够了 你想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你不想那点东西是吗 第二人说 okay two burgers will do 行 两个汉堡就够了 这个do注意是够了 就为什么一套就够的地方偏两套呢 当然这不是肩膀果子 就是我们说那个 那个测试 为什么要两套呢 这样一来呢 一看有道理啊 所以双方的政治家呢 就原则上同意了 咱们看下去 politicians agree in principle 这是句子的主句 in principle叫原则上 它一般多放在agree这个动词后 叫原则上同意 当然这细节咱们一会儿说 后面四样的引导是结果状态从去 所以美国和欧盟怎么样呢 have been trying 这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表示呢 一个动作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一直以来啊 都在努力想达成一个协议 咱们讲过deal 多表示商业方面的交易协议 这个词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词到了后面会有大量的替换 什么协议呢 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啊 这个协议就可以不需要呢 对很多产品进行双重测试了 这个double test 哪有到动词来用 这里还记不记得咱们生死路讲过 eliminate the need 翻译成就不需要怎么样了 这个后面或者加for something 或者加to do 这个定语从去 咱翻译成中文可以按并列句来翻译 咱们说了这不定语从去是大数吗 这个咱们改成中文改成竹子 看说了 所以美国和欧盟呢 都在努力想达成一个协议 这项协议 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就无需对很多产品进行双重测试了 用并列句翻译就好了 这叫不需要 就使这个需要呢 把它清除掉了 不需要做模式了 这个句子中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in principle 什么叫in principle呢 中文中叫原则上 你看你要是问一个中国同学 你说什么叫原则上呢 这个同学还未必能答得上来呢 If you agree something in principle You agree a general plan or idea But have not yet considered the details 如果你在原则上同意某事 你是同意大致上总的这个计划和想法 但尚未考虑细节 就在这个大体上可以 细节问题咱们在意 就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Government has agreed in principle to a referendum 这referendum是全民公投 就政府呢 已经原则上同意 可以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但具体细节都没有去讨论 就这个意思 本文中就是政治家们已经原则上同意了 同意什么呢 就是一套规则就够用了 所以啊 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上达成一个协议 有了这个之后呢 就不需要双重测试很多产品了 后面说 They hope to finish in time for a trade summit between America and EU on May 28th 他们希望能够及时结束 这in time是及时 目的呢 后面引出目的创业来 是为了 美国和欧盟 在5月28号的一个trade summit 咱们早就讲过了 翻译成峰会 咱们第三个就讲了 它既可以表示山峰 也可以表示 两个机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峰会 这是贸易峰会 做好准备 好 咱们再看下去 他说 although negotiators are optimistic 这明显是个让步状语从事 尽管呢 谈判代表们很乐观 就没问题了 肯定都达成了 但是作者说 这些细节实在是太复杂了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那当然是一个结果 状语从事 以至于 他们根本就不大可能会达成协议 这根本就不大可能怎么翻译的 咱们一会儿会讲解 首先这个 negotiation是谈判 名词 negotiator 就是谈判者 谈判代表 他们是乐观的 是乐观表达的积极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optimistic 这个字母T在这轻轻着话 再来遍 optimistic 当然如果对什么什么很乐观 注意习惯搭配用about 记住搭配这个单词就活了 要不然死都不会用 这个甚至可以连前面的副词一块记 cautiously是谨慎地 小心地 在这时对谋事怎么样 谨慎乐观 银行家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 持谨慎乐观态度 这大费都可以背下 当然乐观这个名词 或者乐观主义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optimism 注意中心在第一个音节 再来遍 optimism 然后右边这是名词 乐观主义者 或者乐天派 这样的人 大声嘴变optimist 当然悲观 怎么顺路就记住了 大声嘴变 pessimistic 这是悲观的 Be pessimistic about something 对某事比较悲观 He remains deeply pessimistic about the peace process 他对于和平进程 依然很悲观 很悲观 可以加deeply深深的悲观 当然必动词在这换成 remain依旧是 这还是细动词 对吧 当然悲观主义 跟悲观主义者 咱们分别读一下 Pessimism Pessimist 好 再回到本本中 经过呢 谈骗 谈骗 谈判 谈判代表们很乐观 怎么样呢 这个细节 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个 以至于 根本不大可能达成协议 这个 Be complex enough 这个enough 注意翻译 enough 它的有一个含义 可以表示足够的 但你本本中 不能翻译成 这谈判细节 足够的复杂了 我们这个enough 确实本意表是足够 你像 The room is large enough to take another bed 这个房间足够大 能容得下另外一张床 但是本文中呢 这个enough 显然不是足够的 它是固定搭配 比如说 Be enough to do something 就翻译成 太怎么样 一致于会如何 当然这后面加 to do也行 像本文中加一个 that引导的 结果状语 从句也行 反正这东西 不定是 在这是结果状语 你加that从句 就是结果状语 从句 都行 太怎么样了 一致于会 它相当于 Be so 代表的as to do 或者Be so 代表的 后面加 直接加as 这个so 代表的 后面直接加that 不如此 以至于吗 那个that 就是结果状语 从句 就行了 比如说 They are rich enough to cross the path 他们太冒失了 以至于想 徒步穿越 这个大伤口 这表达的意思 其实是三册 第八课里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They are so rash as to cross the path 这是be enough to do 太怎么样 一致于会 那本文中 没有加to do 后面加that 我们说了 那个to do 是结果状语 这个that 就是结果状语 从句 就相当于Be so 这个大家更说 如此 以至于 本文中就太复杂了 以至于 他们根本就 不大可能达成协议 这个里面 中心的表达叫 Be hard press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 某事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发生 就是某事难度太高 不大可能发生 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 Owing to shortage of staff The emergency services were hard pressed to deal with the accident 由于人手短缺 这个紧急情况处理部门 这个service 可以表政府部门 怎么样呢 它不大可能 能够处理得了 这个事故 人手不足 这大型事故 人不够 这某事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发生 那本文中 最后又加 at all 加强了否定 就的语气 就根本就不太可能 达成协议 这个把它翻译好了 好 那么这是作者 对于这个争端 做出了一个 个人的评价和判断 第二段 跟老师先看这 下面咱们接着来看 这篇文章的第三段 第三段说 Why 为什么呢 One difficulty is to construct the agreements 困难之一 就在于要起草 这些协议 刚才看到这个 agreement 就是上一段 中出现过的一个deal 不是协议条约吗 这是个同一词的替换 对吧 当然这个construct 大家可能更熟悉 表示建造 你像construct a bridge 就建造一座桥 但本文中是起草 就把这东西写好 这个意思 你像construct a sentence 这造一个句子 construct an agreement 起草一份协议 这个要好记住 你建造不是一个砖头 一个砖头 马起来 垒起来 这个起草不是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拼起来 所以类似 原因之一 就在于这个起草协议 这条文就不好写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下去 先看到这儿 这个美国人非常乐于 达成这么一份协议 这个reach 我们表示达成协议时讲过吧 可以用reach 对吧 好 这个协议又换成了accord 咱们讲了 这个词多表示国际间的协议 用在本文中恰如其分 美国和欧盟之间 对吧 accord就是刚才的agreement 就是前面出现过的deal 这同一次题话 关于什么的协议呢 后面的on相当于about 关于这个标准 什么标准呢 for medical devices 就是位于这个 医疗设备方面 执政的标准 and 再引出病例去 then 然后怎么样呢 hammer out hammer out就是前面那个reach 看到了吧 不达成标准 敲定标准一样吗 敲定不同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这个协议 大家看到这个协议pact 就是刚才的accord 就是agreement 就是deal 出现了四次替换了吧 好 这些这个协议 covering 可以看作非被动词 当后制定义 来自于动词cover cover表示包含含有 也cover本来不是覆盖的意思吗 一覆盖 不是都盖在我里边了吗 所以包含 cover say 叫比方说 就是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吧 像电子产品呢 还有药品制造 这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呢 这个美国人呢 想要一些细节化的 这个有个协议 那个有个协议 他想要这方面的协议 当然这里面那些表达呢 咱们先注意一下 首先就注意一下这个cover 别的词基本讲完了 包括hammer out 对吧 这个cover在这 它是表示包含 并不是覆盖 也像 the course covers all aspects of business and law 这门课程包含了商业和法律的 各个方面的内容 包罗万象都涵盖 对吧 它的替换 我们可以换成这两个 优美的书面语 大声路线embrace embrace 比如动词本意 可以表达拥抱的意思 就是hug 它来的更正式 拥抱到里面不都包含吗 或者用这个词 同样是书面语 大声来的 encompass 也是包含 等一下 the term mankind embraces 或者是encompasse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人类这个字 包含了男人 女人和儿童 包含 这两个字呢 也是我们在四级以上的考试 尤其像六级 考研的托弗亚斯里面 大量出现 我们随便看两道当年的真题 阅读真题 我们看这句话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在美国经济中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自由财产 这个概念 包含了 not only the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resources 不仅仅包含了 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but also也包含了 某些权利 什么权利呢 包括有 大家看到 including 是不是就类似 本文中的covering 或者是embracing 就做了一个替换 包含有 比如说 给产品定价的权利 或者跟另外一个私人 直接能够订立 自由的协议合同的权利 等等 这包含了 看到了吧 再看一个考试真题的句子 anthropology 咱们第一个讲过 这个是人类学 derived from derived from 来自于 人类学是来自于 希腊的两个字 希腊文中两个字 第一个是anthropes 它的意思是human 表示人 还有logos 这个字 它表示the study of 就是对于什么什么的研究 by its very name by咱们讲过 可以表示根据 根据 正是根据它这个名字呢 人类学包含了 对所有人类的研究 看到encompasses是包含 所以这些词 这么顺便就记住了 本文中说 covering 这非为一种词了 say say不能拍着说话 快说话 它就表示比方说 假定 比方说 这个say 也能改成let's say 就是假定 比方说吧 随便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let's go out for a walk say along the river 咱们出行六个弯吧 比如说 可以在河边六弯啊 当然你不同意 咱们可以再换 随便就有意思 加上let's say 一模一样 完全可以 这是美国人这个看法 美国人希望细节化的一些 这样一些协议 但是欧盟呢 咱们看下去 第一有句子主语 就是欧盟 然后两个破识号 直接是个插入语 遵循着良好的欧洲大陆的传统 这发落是遵循 它不是本来意思 跟在后面吗 跟着它走 不是遵循吗 那没用在这呢 想要呢 在更广泛的原则方面呢 达成一致性的看法 这个agreement在这不是协议 而是一致 为什么 因为协议是可数名词 如果是协议 这个名词单付出变化就错了 但表示一致性的看法 是抽象词不可数 想在更一般的原则上 达成一致性的看法 而这个怎么样呢 这些原则怎么样 再加个非线的信用证据 它可以被应用于 多种类型的产品 就达成一个 更抽象的协议 可能很多产品都会用 美国人希望 每个产品有一个协议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甚至可以被延展到 其他国家去 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follow的用法呢 其实遵循 或者按照什么什么去做 这是常见的表达 咱们在那个prison break 就是越狱 这个非常有名的美剧中呢 有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先听听看 我们看这对话是怎么说的啊 首先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里面的大帅哥的哥哥 就被冤枉的人 说You want to be dead Paul 就当初你想让我死 保罗 然后呢这个Paul 现在的两人在一边 他说 Just following orders 什么意思啊 仅仅是按照命令行事 上知下派 身不由己 按照命令来行事 然后呢 这个他哥哥就说 Send me to the chair for something I didn't do offer your president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你要把我送到那个椅子那儿 这个椅子就是electric chair 就是电椅嘛 就to electrocute me 刚讲过 就想把我电死了 电刑处死 为了我没有做的事 都是为了你的总统啊 你是愿意这么做的 这个Paul就再出复一遍 Just following orders 仅仅是按照命令行事 身不由己 把这片子再听一遍 You want to be dead Just following orders Send me to the chair for something I didn't do offer your president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Just following orders 咱们看这个follow 是按照什么什么 去做遵循着 常见大概还有 follow the crowd 跟着人群走 或者follow the herd heard可以表示 牛群的鹿群的 什么大象群 等等等等 就是随大溜的意思 就别人这么做 我照着做随大溜 跟着人群 或者跟着牛群 再走呼噜呼噜呼噜 跟着屁股走吧 随大溜 下面那个表达呢 follow one's example 或者follow one's lead 叫效法某人 就是按照某人的例子 这个lead也可以表示 引导 跟着他的引导 我再走 效法某人 跟某人学 等一下 I don't want you to follow my example 或follow my lead and rush into marriage 哎呀 我可不要你跟我一样 效法我跟我学 匆匆忙忙就结婚了 千万别着急 效法我跟我学 有这个意思 好 这个本文中是遵循着良好的欧洲大陆的传统 有头说的欧洲大陆 欧洲没有写 什么大陆的传统吗 确实 这个咱们得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continental 它当然来自于continent 去掉al 名词 但是大陆的意思 它确实可以表示大陆的 或大陆性的 你像continental climate 是大陆性气候 这是发现大陆的 但是我们在英语中 如果就说大陆的 没有任何语境的话呢 咱们也可以暗指欧洲大陆的 在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字母c 甚至可以大写 如果大写的话就更没有歧义了 就是表示欧洲大陆的 有的时候小写 也可以表示欧洲大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学的是英语 英语 英国在哪 英国在欧洲 有的时候脱欧了 当初没有脱欧 当初是在欧洲的 他说大陆 当然是欧洲大陆 就像中国人说大陆 是什么中国大陆啊 因为咱们说的是汉语啊 对不对 这个当然如果表示这个大陆 the continent 这个是同样小写大写都行 它本身就可以表示 the European continent 就可以表示欧洲大陆 能理解吧 就好像我们说那个the channel 同时这个C 大写小写都行 我们说海峡 如果我们在中文 汉语中说海峡两岸 海峡当然是台湾海峡 对不对 两岸同胞嘛 对不对 但在英语中说海峡 是什么 the English channel of course 当然是英吉利海峡 因为说的是英语 对不对 所以这个阅读中得注意 本文中 它当然是欧洲大陆的 它有语境 这没起义 好 这个我们agreement agreement他他讲了 这是不可说明 则翻成一致 在更广泛的原则上 要达成一致 后面定义从句 他说而且这些原则 它可以被应用于 当然这个搭配叫be applied 就叫被应用于 这个很多不同种类的 很多种类的商品 并且可能会延展到 其他国家去 extend加借词to 就延伸到延拓延展 这个意思 本文中 也可以把它换成spread 加借词to 延伸到什么什么去 又看到了比较长的 一个定义从句 这个比较复杂的定义从句 翻译成中文 因为定义从句 等于大数分叉了 咱们中文中是竹子 是不是可以把这千套结构 改成小并列去 对吧 你看我们尝试 一块翻译一下这句话 而这个欧盟呢 遵循着欧洲传统的 这个很好的传统 这个遵循着良好的 欧洲大陆的传统 想要在广泛的原则上 达成一致 而这些原则呢 可以应用于 很多种类的商品 并且可能会延伸到 其他国家去 你看我是不是翻译了 而这些原则 可以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当并列去来翻译 就好了 好 本文中第八课 是我们第四册出现的 第一篇标准的新闻英语 它里面有非常新鸣的 新闻英语的特色 比如说自由时间英语啊 等等 语法知识和语言点也非常多 希望大家好好要复习 弱实和修化 这课书 葛老师就学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